HELLO 大家好,我是Sing Gadget的JS,那我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美国啦,准备出发去WWDC2022的这个现场,带好我的MediaPass准备出发,Let's go! 这里就是传说中超像宇宙飞船的Apple Park,这里呢一般上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而这一届的WWDC恰好就在这里举办,所以呢我们才有机会进来 这个彩虹桥相信看过Apple发布会直播的人应该感到不陌生吧 感觉我们要去户外呢,难道我们就要在户外这里参加这一次的WWDC2022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屏幕应该就是等下会场开始的时候,Kino就在这里开始,然后Tim会应该就会出现在这里啦 那现在就是WWDC2022的现场,这一次在户外举办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可以看到瓦人山人海 然后再给我们看一下Apple Park的这个比赛设计 这个圆形环状的这一个电子 我们来看一下,说嗨 嗨,你好 讲马来语 不觉得什么啊? OK,OK 不觉得什么啊? 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这一个之后来,就在交叉技能上在同一种一种方式,可以与上做方式 那么就要re Got in person 新叫我们一句了 This is a great great performance and capabilities of M1 我们来开玩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bang 首席的M2X 我们来自个电子今美好 这是我们每个人爱了 MacBookAir 用者爱了 使用了麦录音乐 传说中,The Steve Jobs Theater,就在这里 Oh my god,震撼耶 好,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 Steve Jobs Theater,然后来看最新刚刚发布的这一个搭载M2芯片的MacBook Air 此次讨论度最高的莫菲就是这个搭载M2芯片的MacBook Air,毕竟这是作为Apple卖的最好的电脑产品 而这个Midnight配色呢,应该是大家的首选吧 那软件部分呢,iOS16,iPadOS16,WatchOS9,还有MacOS等的这些更新呢也是颇去看点的 但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CarPlay的这个更新 因为它似乎在暗示着未来Apple Car的这个发展方向 诶,看看是谁 哦,原来是Tim Cook来了,Oh my god 体验完产品呢,我们就来到外面开放给大众的这个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里购买一些纪念品 视频的最后呢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有一个网友呢分享了我们MacBook Air的这个上手视频 然后呢引起了我一个关注,因为它在里面写到说我们用这个马来西亚的华语来介绍最新的科技产品 作为一家来自马来西亚的中文科技媒体呢,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到全球各大发布会现场 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科技动态还有产品上手 希望你们在未来呢,继续关注我们,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